今天我们邀请到达里湖渔业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永峰 请他来为我们讲述达里湖东部的前世今生 你好王总 你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景象非常热闹 也有很多游客聚在这里来观看我们的东部 以及东部相关的一些旅游 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达里湖的东部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呢 好 首先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达里湖 我们的达里湖是内蒙古第二大内陆湖 它的整个面积是197平方公里 最深13米 平均水深是6到7米 这个达里湖它是一个艳塞湖 而且是高原上的岩碱湖 高原上的岩碱湖 它的碱度和岩度都很高 所以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 孕育了湖里两种特殊的鱼类 我们湖里具有两种鱼 一种叫华子鱼 它的学名叫瓦斯亚洛鱼 另一种是鸡鱼 而且我们的东部就是围绕这两种鱼展开的 每年就是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开始它补这两种鱼 对 那我们的东部 它每年会选择到什么一个时间段呢 为什么其中在这个时间段呢 正常我们的东部是在每年的冬至节气以后的第二天开始泡王捕鱼 第一呢是一个我们先民传下来的传统 第二经过分析啊就是我们的东部在冰面上作业 就是到这天以后我们冰面能达到45到50公分了 这么厚呢 对 然后就能承重 它就能承重住我们的作业的人员和车辆 所以从今天开始 另外呢这个冬季啊 正好是这个华子鱼最肥美的时候 所以呢这个时间补它 而且冬季补鱼 容易运输和保存 我们看到啊在我们的右手边啊 有一些旅游的体验项目 这个是溜冰车是吗 对对对对 今年我们在旅游方面做了哪些一些亮点的项目呢 是这样 那个打理胡啊平常是以夏季的旅游为主 就是我们的自然自然和自然风光特别优美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嘛 所以我们就在这一个大的前提条件下 开始增加我们就是做热 做好我们的冬季旅游 第一啊我们是扩大它的影响面 扩大它的宣传 第二呢我们在冰上建一些娱乐设施 和一些网红的打卡点 然后让大家来有玩的有吃的 然后有住的 生成这么一个好的循环 对对对 在我们那个左手边 我看刚才还汽车的这个汽笛轰鸣啊 对对对应该是一个越野的雪上飘移是吗 对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专业的雪上越野车赛 这项赛是一个连续举办了三年了 今年更是规模越来越大 邀请了就是全国各地的这种 冰上的运动爱好者 越野车的爱好者 今年的参赛选手大概在1000名左右 这么多人 今天是专业组的决赛 所以特别热闹 对对对 它已经连续三四天了 对对对 对 那对于我们的东部呢 看到啊 在我们达里湖的这个东部呢 它申请了自治区籍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 那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在当中呢 我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叫济湖仪式 对 这个济湖仪式 它有些什么样的讲究呢 它是这样 这个济湖仪式呀 就是我们的先民遗传下来的一个传统 经过我们现在的改良 主要是给游客表演来看 但是呢 我们在就是这个祭祀的一个过程中呀 其实也是有些很美好的意愿在里面 第一啊 我们是感谢我们的母亲湖 赠予我们这些无私的馈赠吧 养育了湖边的这些人 另外呢 就是我们住院来年 风桥雨顺 水草丰美 年年有余 对对对对 就是这么一个住院 那在我们的东部呢 因为前方就快要再走一节 我们就要到这个东部的地点了 对 我们的东部它具体呢 要经历多长时间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流程呢 整个东部过程 就每天早晨开始 到下午完成 大概在五到六个小时 它的主要流程呢 就是在相距 冰面上相距两公里左右 打两个冰眼 一个叫入网口 两个对两米 三米左右的一个冰口 一个叫入网口 一个叫出网口 我们的网从入网口放进去 然后从出网口出 入网口和出网口中间呢 我们每隔四十米要打一个冰洞 然后我们有一个四十米长的木杆 它连着绳子 在这个我们用自己特殊的工具 就是推动这个杆 引着绳子在冰下穿行 从入网口到出网口 就是在我们脚下踩的冰面上 对对对 它其实是有一个木杆 拉着它在冰下走 拉着绳走 绳后面拉着网 然后 很神奇啊 对 大概是隔六到七个冰眼 我们用拖拉机 然后绞着一个绳索 把网往前脱 也就是用动力 拖着网往前走 对对对 先穿着引线 然后再用动力 拖着网往前走 它网呢 是两边 是两事 立着的单网事 后面两个事 合在一起 有一个 就是那个网兜 就一直绞到出网口的时候 从出网口 把网事先绞出来 然后最后把网兜展开 也就是整个这个两公里的区域内 两个两件片片网 把鱼都圈在里边 最后都赶到网兜里 形成了一个大网兜 对 然后把网片拽出来以后 网兜就装着所有的鱼 在把网兜拽出来以后 我们就 我们就能放出老鱼了 就这么一个过程 那这样的一个网兜 能装多少鱼呢 最多能装80万斤左右 一网就打80万斤 这是能装这些 但是我们有记录的 最多一网打过20万斤 10万公斤 哇 好厉害 对 我们每年的任务才 就是30多万斤 接近40万斤 那一网就打一半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了解到 打理湖捕鱼呢 每年它只是进行冬捕 对 您能不能讲一讲 为什么我们从春天 夏天秋天 都是在等 到冬天才作业呢 我刚才讲了 第一 冬天是鱼最肥美的时候 第二 我们相关的渔业部门 也有些规定 就是夏天 每年的6月份开始 到10月份 是不能去捕鱼的 另外一个就是 打理湖 世世代代延续了东部的传统 所以我们只打东部 然后是冬水 又夏天是不打鱼的 对 对对对 对于打理湖当中啊 有一个很奇特的鱼种 我就是您跟那会介绍的 叫华子鱼 对对对 这个华子鱼呢 我从好了解啊 它很神奇 就是每年那个 回游产卵 是吧 对对对 到这个 也都是很吸引 很多人来观看的 对 你能不能把这个 也讲述一下呢 它是这样 因为我们打理湖 它特殊的水质 严碱性嘛 所以 华子鱼在里面产卵 它是不能存活的 所以它又形成了 一个奇性 每年春季 冰化了以后 开河了 它又要回游到 集中回游到淡水去产卵 然后是为了 繁衍后代 这是一种很伟大的 母爱精神 但是它不像别的 回游鱼类 它回游完产卵以后 它自己顺着水流 又翻回到湖里了 它又回来了 对对对 又游回来了 对对对对 然后等到卵孵化以后 小鱼顺着水流 也要回到湖里 继续生长 对对对 当初这个场面是这样 咱们达里湖的淡水 有四条淡水河 注入湖里边 淡水河道都很窄 回游的时候 成千上万的滑的鱼 都记得河道里 就是没有水 全是鱼 场面特别的壮观 所以也吸引了好多游客 我们也在每年春天 五一前后举办 达里湖滑的鱼回游节 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届 对对 到二十四年 已经是第十一届了 那我们达里湖呢 有这么丰富的这个渔业呀 他给我们就是说 渔业公司 包括周边的这个农乡民们 带来了哪些好处呢 渔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呢 第一 我们渔业公司 就是以渔业为生的 每年我们捕鱼 大概收入在两千多万 也就是养活了 大概两百多个家庭 就是我们渔民 另外 维尔的达里湖 我们开展旅游 吃住行 就是带动周边的牧民 也跟我们一起 就是沾旅游的红利 一年收入都在几十亿 几十亿呢 对对对 那在我们达里湖的这些 就是这样的美味啊 它销售到了哪些地区呢 我们主要销售还是赤丰地区 就是赤丰周边地区 湖市 湖浩特市 西林浩特市 然后剩下就是我们 可能发网 就是我们现在也有网上销售 全国各地 只要在网上下单 我们都可以发 对 在我们眼前的呢 就马上就到了这个东谷的出鱼口了 对对对对 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出鱼的场面 对对对 他们正在这个收网 是吗 对对对对 这就是网都已经捞上来了 我们现在在最后 去进行这个捞鱼 然后往回运输的过程 这个出鱼口 它是一个小出鱼口 是吗 对 今天我们打这个网口 是个小网口 因为这是动物节现场嘛 所以我们是以表演为主 对 正常的大网口和鱼类又比较多 今天是网 就是整个网场小 所以鱼也没有那么多 对对对对 像这个网兜里 我们能看到啊 有很多鱼啊 对 基本上它都是什么品种呢 我们现在这个鱼 基本都是划的鱼 我过去给你抓一条看一下 抽一网 我抓一条 这就是网子鱼啊 这个就是网子鱼 对 它像这种个体 哇漂亮啊 它这种个体 也就在三两四两左右 但是它虽然很小 但是它基本都长了五年以上 才能长这么大 就这一条小鱼 就长了五年以上了 网子鱼的珍惜 就珍惜在它 它水质造就了它的肉质 然后它的肉质又细腻 就是因为它的生长时间太长 对 对 它都五年以上 这阳光照上来 这鱼片上啊 金银气头的 对对对 果然名不虚传啊 可以捞鱼啊 它捞鱼这个画面就是这个 这个小网口大概 两千斤左右 两千斤啊 这就有两千斤啊 对对对对 然后这些工人师傅 它就要在很快的一个时间段之内啊 快速的把它们运到这个 我们的生产车间 生产车间 就马上进行包装和冷冻 速冻以后装箱发好全国各地了 发好全国各地 对对对 啊 除了这个滑子鱼的话 那像鲫鱼 它那个是什么时候打的 鲫鱼和滑子鱼啊 它都在了湖里生存 但是它 它不共生长 就是这个网场 这个场如果是滑子鱼的场子 它就能打出滑子鱼来 有餐的但是特别少 如果要打鲫鱼的话 它有专门鲫鱼场地 然后打出来以后 全是鲫鱼 就其实在冰链底下 鱼群都是分开的是吗 还有一个是我们用网 我们用网眼来调节鱼类 这个网眼脚 它就能把滑子鱼留下 如果想打鲫鱼的话 就用大的网眼 然后滑子鱼就顺着网眼走了 就留下鲫鱼了 哦是这样的 对对对 好 来不好意思 好嘞 好嘞 我看好 那我们这次呢 还有幸请到了 越野一族文旅公司的董事长 王小亮先生 请他来讲一下 今年在打鲫湖上 我们的冰雪飘移 有什么亮点和特色呢 今年的打鲫湖呢 是非常热闹的 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年的漂移 今年的整个的活动呢 变成了赛事 这是NCC全国烧争巴赛的一场 打鲫湖战 是民间最高级别的赛事 包括所有的配置 包括我们整个赛源的结构 全国各地的冠军赛手 国家级赛手 全来到这 还可以看到今年的专业组呢 来了很多很多高手 包括我们量产组 也就是公开组 也还各公开组吧 也来了很多很多国家级高中 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些 喜欢越野的人 都来到这参加这个赛事 这个赛事呢 其实就源于漂移嘛 源于漂移活动 大家都知道 巴厘湖呢 它第一呢是冰瓶 第二呢面积比较大 可以痛快地玩 今天呢我们也是为了 更好的迎接龙面 整个赛道呢 实际成一个龙形的赛道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寓意非常好 一个是寓意好 第二呢 它就整个图形来讲 温道来讲呢 都能体现出我们每一个赛手最高水平的这种技术 你才能顺利地完成这个比赛 所以呢 今年这个赛事呢 从级别规模 参加的人次都很红的 而且我们今年大概是千车万人嘛 我们开幕式的时候 来了一千多辆车 参赛的呢 我们是两百多组 一组两辆车 三四百台车 参与到我们整个的赛事当中来 有哪些省份的选手来的呢 哎呀 南方 广东的 湖南的 湖北的 这些国家级赛手全来 其实 一个赛事的 没有举例之分 无论是祖国的呢 只要有好的赛事 有公平公正公正的 大规模的赛事 他们都会参加 所以呢 我也觉得是 我们整个的 这个可口腾起的 这个 以汽车运动 带动自驾的这个方向 一定 一定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那今年呢 王总 就是十四冬啊 要在我们内蒙古举办 作为这个 赛车 冰上飘移 它也其实是一个 冰雪旅游和冰雪赛事当中的 一个小分支是吗 对的 我觉得是这样 汽车运动呢 它不仅仅是在 草原和比沙漠里玩 我觉得在冰上呢 更有意义 所以呢 就是冰上 行十四冬的 我觉得冰雪运动呢 肯定是重要的 汽车是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的选手啊 他在这个冰上 驾驶车辆的 飘移的过程中 这个技巧呢 要跟平常在陆地上 以及在其他的雪地上 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区别很大 首先呢 改装组的 也就是专业组的 它的所有的车呢 都是钉胎 把车车轮上 凝上专业的钉子 这个液体液体很 成本也很高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增加的 它的车轮的辅助力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任意的 拐弯的弯道啊 直线加速都可以 但是量产组 可就不一样 量产组呢 最多让它使这个 雪地台 雪地台的辅助力呢 相对来讲就很差嘛 所以它要经常 在冰上飘移 练飘移的同时呢 才能增加这个 它在赛道里的 这种表现的 好坏的程度 好 谢谢王总 我刚才零下 外面零下二多度啊 对 我们进了坟里头 就四季如春了 对对对 温暖如春了 然后看到了这么 咱们当地的 这个丰富的美食啊 嗯 这些在烹饪之后 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您帮我们介绍 介绍 您首先先尝一尝 我们当地的奶茶 谢谢谢谢 这个又暖又褶色 对对对对 冬天喝一口 这个真是 特别热乎 哇 咸奶茶 对对 这是咱们当地的 咱们当地的 咱们够来茶 然后我向您介绍一下 我们这桌上的美食吧 嗯 首先中间这个就是 就是咱们的湖上 我刚才手里抓了 那个华子鱼 啊 这就是华子鱼啊 对对对对 它在当地的主要吃法 就是油炸 啊 炸着吃 对 就是鲜鱼拿回来以后 清理完以后 稍稍放一些盐 然后就用油高温炸 啊 要达到那种油冒烟以后 啊 然后把鱼放进去 然后一次不能放多条 然后形成一个外焦粒嫩 慢慢炸 对对对 外焦粒内部的一个效果 啊 对 就是会炸鱼的呢 炸出来以后是皮是焦的 但里边肉是嫩的 还是白颜色的 嗯 那种效果最好 那华子鱼它就是用这种方式 炸了以后 它其实就是它的这种微量元素啊 也尽量给它保留着 对 基本不损 是 基本不损 刚才在湖面上 我们过多介绍这条这条鱼 嗯 这个华子鱼 因为在这个水纸的特殊性啊 它还有好多其他的特点 嗯 我们找专业的这个营养分析机构 做过营养分析 哦 就是在同类的 就所有的鱼类中 它的心息这些微量元素 都特别高 哦 最明显的一个就是钙含量 就是喝 不喝鱼比 华子鱼的单体的钙含量 是牛奶的六倍 牛奶的六倍啊 对 哇 那这个对于 我觉得对于这个婴幼儿啊 是吧 还有老中老年的这个老年人 需要补钙这个群体 需要补钙的群体啊 它是特别好 特别好的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两道鱼呢 是我们鲫鱼 因为当初今天门前是小网 没有鲫鱼嘛 这是鲫鱼 这个也是鲫鱼 这么大条鲫鱼 对 这个鲫鱼呢 这个鲫鱼啊 是干炸的鲫鱼 像他俩的做法差不多太多 对 炸着吃的 对是干炸着吃的 对 因为比方嘛 高油高盐 高脂肪这种做法 我们太冷了 要不然不补充能量也不行 对 这个是炸的 另外一条是炖的 就是我们家炖的鲫鱼 对 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做法 对传统的做法 对对对 对对对 其实在我们当地就是 湖畔的这些鱼民们 他们逢年过节的时候 特别是过春节的是吧 这几道菜都是他桌上的必备的菜 对 这是我们家里的家常菜 家常菜 对 然后说起来这个鱼 他就是 刚才您不说吗 这个这一个月 我们的捕鱼基本在四十天左右 对 一个东捕季 那剩下时间都干什么 对呀 我们的职工 就是在一个月打鱼之外 有更重要的工作 就是在护鱼 护鱼 我们一年是 就是十个月在护鱼 一个月在打鱼 是这样 从春天 就是冰一化冻开始 我们厂部大概二十二百多名职工 就是从这里面选出 大部分人都要去下到工地一线 我们所谓的工地 就是沿着打鱼湖的四周 然后布设三十到四十个巡护点 点和点之间 距离就是他们的巡逻线 每个点大概是四到五人 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巡逻 每天都有人 对 每天不间断巡逻 就是为了保证这个 这个鱼类资源不损失 另外打鱼湖还是以保护鸟类为主的 国家机自然保护区 我们这些巡护的渔民 实际上还肩负着 就是保护这些鸟类啊 野生动植物这个职责 对 所以这一年来 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对对对 都是在巡护 我们的重要工作在巡护上 也是为了保护好这片 这片水 对 也属于周边这些生态环境 嗯 那我们周边应该野生动物也很多 是吗 对 尤其是近些年 随着这个国家政策也好 就是他的 就生态环境总体是相好的 原来见不到的鸟回来了 见不到的小野生动物 但现在就是景区里边 每天早晨都是小野生动物地盘 人来了 他回到树林里边 人走了 他早晨他就出来 晚上他也出来 他们的乐园 蚝子呀 野鸡呀 山兔啊 就这些东西特别特别多 嗯 所以就是从这方面也印证了 现在的生态环境 确实是一天天消耗了 对 嗯 那王总就是我们达里湖呢 我看到一个重要信息 它是我们内蒙古的四大名湖当中的一个 嗯 是吧 然后他呢 而且跟希拉木伦河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是吗 嗯 是这样 因为达里湖如果在地所上看 达里湖离着希拉木伦河的源头 它不远 哦 它就黄源 嗯 在我们的行政区画像 它在浩鲁库 嗯 它是一个苏木 然后我们达里湖所在的地方 就是达尔汉乌拉苏木 两个苏木是相邻的 嗯 所以他从水系上讲 应该达里湖的水的重要补给 是从南岸的地下水 就是浑山达克沙地的地下水 通过以岸权的形式 捕到湖里边 嗯 然后这个岸权 其实就是和希拉木伦河的源头 它可能就有关系 因为它都在一个地域分布嘛 嗯 所以说他俩是有这种关系的 对对对 嗯 对 我有点迫不及待了 先尝一条鱼行吗 可以可以可以 没问题 尝尝我们当地的名菜 你请你请 扎花子鱼是吧 对对对 哎呦 这还是我头一次啊 跟花子鱼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嗯 这是您说的 是吧 外焦里面 对对对 特别酥脆 对对对 然后这小鱼 你看它在炸过之后啊 我们刚才在这个湖面上看 它精英剔透的这个皮肤 对 鱼皮鱼鳞 现在还是这样的 是吧 嗯 特别好 而且有一股淡淡的那种咸味 它可能是腌制过的 是吧 对 用盐淹过 嗯 可能跟本身咱们这个湖水 就是一个带有盐碱性的这样一个湖 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 而且花子鱼还有一个什么特性呢 嗯 我们买到家以后 不用过度的清洗 嗯 因为这个盐碱湖啊 它本身就有清洁的功能 说实话 它这条鱼本身就不用 不用怎么太清洁 对 内脏去掉 冷水一冲 嗯 就可以继续碰饪 对对对 不用像我们家里买那种鱼 再过度的去洗它 没有必要 而且这个鱼肉呢 我感觉特别紧实 对 嚼在嘴里头很有嚼劲 对 越嚼越香 这是和它的生长年份是有关系的 啊 我就说商品一般都是四零鱼五零鱼以上 就是四五年以后它才能成商品 就是像我吃到的这条小鱼 对 它还几岁了呢 就长了四五年了已经 它可能都四五年了 对 哎呦 然后每年可能只能就是 呃 条件好的话 它能长五十克 嗯 条件不好的话 它可能也就长二十到三十克 对对对 那这样的小鱼就说 我们的鱼的产量 那会儿您讲的是特别大的 是吧 尤其跟我们的保护也直接有关系 对对对 嗯 是这样 少些年的时候 鱼场就是这个鱼 这个鱼的捕捞量都超过一百万斤 每年都超一百万斤 一年 就是我们冬季一个冬不季 要打一百万斤以上 嗯 后来就因为这个资源型企业嘛 我们认识到我们资源 如果这个鱼我们今天多打 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就要少打 对 所以我们就定下了一个一个策略吧 我们就按照我们企业 比如说企业养活 这就是需要支付企业一年的运营成本 比如说就是两千万 好 我们每年就打两千万的鱼 所以确定了一个产量 是大概三十到四十万斤之间 对 再多两千斤 对因为多打了 就是已经够我们生活的了 我们就不再多打 对对对 这个确实是因为不能节泽而鱼啊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我们也要考虑它的继续发展嘛 它的和谐有效的发展 对 对 那王总就是像我们这个克什克腾这个地区啊 我后来了解就是 它是世界级的这个地质公园 对 是吗 然后我们打理湖呢 是地质公园当中的这么一块明珠 一颗明珠 对对吧 您跟我们讲讲 这种地质公园上除了打理湖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地方 是这样 就是克什克腾 这个地质公园就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 嗯 它是全世界唯一以旗线行政区画命名的世界地质公园 这就是全世界唯一的 另外呢 打理湖所在的地区 是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的一个园区 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总共有九个园区 打理湖所在园区叫火山园区 就是我们目测范围内 打理湖周边的山 所有的山峰都是火山 这都是火山 对只不过是死火山 哦 对所以 它就是 有了这些特殊的地质构造 才有了打理湖这个水质的特殊性 才造就了这个这么特殊的鱼 对 这是打理湖 像我们其他的几大园区 也都有 现在也都被开发成各种景区 各类景区吧 比如说啊 乌兰卜桶 它是典型的欧式风源 欧式的草原 对 它的草原和咱们现在的呼伦贝尔草原是不一样的 它有自己的典型的特色 所以叫欧式草原 还有像阿萨图石林 对 对吧 它有南北石林 南石林 北石林 它是阿萨图石林 它的地貌也是特别特殊 这是其中的就是两个了 有热水 我们有 温泉 热水温泉 对对对 灵气非常大 对对对 有黄港凉 对对吧 好多好多就是 内蒙古的缩影 科尺科腾奇 原来就叫内蒙古的缩影 然后内蒙古有的 科尺科腾奇全有 对 有沙地 有草原 有湖泊 有山 各种各种 有温泉 所有所有都涵盖了 吃 喝 玩 乐 是吧 而且四季我们都有不同形态的这种 满足各类人群 想要体验的旅游项目 对 是吧 所以原来有这么一说 科尺科腾呢 是摄影家的天堂 因为每天都有不同的景色 对 春夏秋冬 其实每一天都不一会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美 所以也邀请 对 广大的网民是吧 对对对 邀请大家来实地看一看 实地看一看 对对对 尤其是这个季节来到达里湖 我就在达里湖等着大家 好的 我们来了就找王总 没问题 没问题 谢谢大家 我可以 我帮你 的 都